与全球首队五号机组相比 六号机组系统调制工作 有了一定的参考经验 团队也更加成熟 附近核电系统型的组织了 首队正向经营返回活动 提醒开展相关一号工作 为六号机组调制启动的安全高质量推进 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完成了华龙一号 这样一个完全拥有自主资产权的 这样一种核电先进的技术的完整的建设 它标志着我们自主的华龙一号 已经完成了科技成果 向市场转化的全部过程 华龙一号四万工程 南台机组每年发电经南百亿度 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620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32万吨 相当于直数造林1.4亿口 中文字幕组3万吨